文在寅对俄国试访问观战世界杯韩默赛 南韩总统府清瓦台今天表示 总统文在寅将于21日起对俄罗斯进行四天国试访问 与俄罗斯总统普廷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 参加国宴 并观看南韩对阵墨西哥的世界杯小组赛 韩联社报道 文在寅还将会献俄罗斯总理麦维德夫 并在俄罗斯国会下院国家院Duma发表演说 成为首位在国家院发表演说的南韩总统 文在寅在出席韩俄友好议员之夜 商务论坛后将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 Rostov-Andang 慰问征战世界杯的太极军团 并观看南韩迎战墨西哥的小组赛 文在寅在川金会不久后与普廷线面 争取俄方支持朝鲜半岛非核化 有著不小的意义 清瓦台高官表示 俄方在朝鲜半岛非核化问题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对北韩制裁方面也发挥注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非核化进程步入正轨 日本和俄罗斯有望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虽然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重返六方会谈机制 但俄方一直表明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的积极决心 清瓦台希望通过此访推动两韩与俄的三边经济合作 为文在寅的北方经济构想注入动力 一名经济幕僚指出 川金会和文金会营造了全面推进两韩与俄三边合作项目所需的条件 铁道、天然气、电力合作将成为主要经合一体 南韩和俄罗斯之间另有在天然气、铁路、港口、电力、北极航道、造船、就业、农业、水产九个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的九桥构想 应用俄罗斯基础科学员创技术、韩俄医疗技术合作也被列为韩俄经合一体